大家好,我是带大家云池日本的美食日报 今天来到了和河山的白宾 是关西周边,除了单路岛之外 我另一个很推荐的地方 这里可以游泳,可以潜水 有温泉,有美食 是非常美的度假圣地 今天住在了温泉酒店海州 这家酒店的温泉很不错,景色很美 有三个可以包场的代切温泉 可以在山间的小木屋里泡汤 听着海浪的声音发呆 大渔场也很不错,很舒服 不过这间酒店的房间比较多 入住的小朋友也很多 整体有些吵 这次行程比较临时 只有最小的房间了 在白宾的沙滩上看着夕阳 仿佛一切烦恼都被海风吹走 白宾的温泉酒店住过很多 没有一家餐时让我很满意 索性今天就没要晚餐 来吃一家米其林星级的日料 时间差不多了 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怀石料理竹宝 在半山腰上很美的一间小料亭 主厨竹中和野是酒店系的餐厅出身 就是日本最有名气的酒店集团 星野集团 是红西冬亚清景泽的初态料理长 酒店系的主厨和那种一直在日料店里修行的主厨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些微妙的差距 主宝不仅有小包间 还有吧台 对小朋友也很友好 因为今天是开车前往 欢迎酒换成了没有酒精的干酒 点了一杯特制的紫酥梅醋的饮料 那味道真是一言难尽 酸中有甜有浓郁的紫酥味 下次不管什么都非常好奇了 第一道是梭子蟹搭配五花果 用梅子汁做成了遮离冻状 代替醋来调味 很自然的酸味 梅子是河河山的特色 所以今天的料理中经常会有梅子的元素出现 增加了地域的特色 酥子蟹肉的鲜甜 无花果的软糯甘甜 再加上梅子汁的微酸 一口下去层次很丰富 第二道是八寸的平盘 看似眼熟的食材却个个有新意 软煮的章鱼腿里面加入了红糖 甜中带咸的味道浓郁 饱满 土豆打成泥后加入牛奶 再做成块状 淡淡的土豆风味里多了一些柔和的奶香 也是很不错的处理 当地的鲁鱼加入梅子和紫酥 做的卷寿司 净显当地特色 鲁鱼裹粉浅炸之后再烤 多了一份香酥感 搭配酸爽的醋黄瓜 食材都很常见 处理方式却别有新意 第三道是碗物 这一道更加特别 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吃到凉的汤 冷的日式高汤中加入了山药泥和纯菜 主角是夏季蔬菜的冬瓜 黏糊糊的山药泥和顺滑的纯菜搭配在一起 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口感 很特别 入味的冬瓜在冷汤中更加凸显了它清凉的风味 不过汤的话我还是想喝热热乎乎的 第四道是刺身和河山产的木衣雕 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钓鱼 有着独特的香气 吸气咀嚼就能品出明显的甘甜滋味 它配的盐也很有意思 虾头烤熟后碾碎和盐混在一起 咸中多了一份虾头带来的鲜味 缺点就是 一盘刺身只有一种鱼 品类型的有些单薄 第五道是烤猪家鱼 选用的是岛根线的特产 一种叫做东七齐的品牌猪家鱼 脂肪含量高 普通猪家鱼脂肪含量在7%左右 东七齐的话都是10%以上 煮熟用梅子汁浸泡猪家鱼半个小时后 再自然风干一天 之后再用碳火烤制 鱼肉的细腻甘甜特别的肥美 用梅子汁浸泡之后也去了腥 非常棒的处理方式 用黄瓜泥和山药丁做的配菜 非常爽口又简密 第六道是丹路岛的海鰻鱼 采用了汤饮的做法 骨骑后的海鰻鱼 在热水中迅速汆烫后 然后放入冰水中 鱼肉热胀冷缩 变成了花瓣的形状 肉汁变得紧实 用柚子汁和辣椒粉调了一个酱汁 酸味是完全来自于柚子的自然味道 加入了辣椒粉 多了一丢丢辛辣感 很不一样的体验 缺点还是一个大盘子里 只有两块有些少 第七道是白味增炖煮的伊士海老 白冰这个地方也盛产伊士海老 周边还有几家是专门做伊士海老的专门店 半只直接放在白味增里炖煮 白味增发酵的时候加入的曲是普通味增的两倍 所以发酵的变快 分解产生的糖就多 整体味道就偏甜 伊士海老的鲜味和夏头的浓郁都融入到了这碗汤中 呈现出了柔和又浓郁的鲜美 就是味道稍微有些过甜 第八道的器皿很有特色 是个连叶 中间是个豆腐皮的饺子 上面是和歌山当地产的白沫 豆皮里包裹着胡萝卜 牛棒和鰻鱼 这三个食材简直是绝配 嫩中又脆韧 整体是香甜的味道 第九道是煮菜的和牛寿喜烧 牛肉选用的是和歌山的熊野牛的牛煎肉 在寿喜烧的专门店吃的话很容易腻 像这种在环市套餐的最后来上两片肉 我觉得刚刚好 比较有酒店系餐厅的特色 出其不一的地方是在蛋黄里加入了萝卜泥 熊野和牛的牛煎肉 这是蛋黄和萝卜的酱 吃下来整体很清爽 接下来是主食的部分 海鰻鱼的杂煮饭 主厨说一条海鰻鱼 只能用中间的三分之二的部分来做料理 剩下头尾的三分之一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都会扔掉 这样太浪费了 他就把剩余的肉拿过来烤熟 剔除下来 做成了这个杂煮饭 再加入芝麻 生姜和鸡蛋丝 原本被丢掉的食材变成了美味的主食 甜品是聚风葡萄 青蹄 梨和黄豆粉味的葛根饼 甜品的出品普普通通 当问到主厨为什么要来白宾开店的时候 他说自己的老家就是这里 白宾有丰富的食材和迷人的风景 他希望能通过他自己的微薄之力 宣传自己的家乡 而且他年迈的老母亲也在家乡 回来之后更方便照顾他 主宝就是这样的一个店 大部分都是用了当地的食材 料理中加入了自己奇妙的处理方式 虽然每一道的量都不是很大 但是品种丰富 人均八百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来到主宝 你可以体会到主厨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对亲人的感情 对料理的独特见解 下次来白宾的话 我还会隔了酒店的晚餐来这里吃 又到了主厨说结束雨的环节了 你猜主厨说的是什么 请打在公屏上 并不是 其实是 Torres 本来的 今天也是开心的一天 拜拜